你也是真不条啊 什么样的女人你都要啊 不是米丽姐是Rita 你身边的女人够多的 昨晚十万人坐等不染绿色头发 而她却和月姐一起耍起了无赖 青木川一一第二被他们欺负的无话可说 此时米丽姐却看不下去了 她发消息给大狗说要和她一起打 得到米丽姐关心的大狗心情瞬间好起来了 他们本来开开心心的甜蜜双排 但中途却被月姐的微信轰炸严重影响心情 而霸气的米丽姐也是直接当场怒对回去为大狗出气 兜兜转转 大狗才发现 只有米丽姐对她才是真爱啊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大狗和米丽姐甜蜜双排 月姐是如何被欺的直接破防的 喂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哦 你这声音 这么甜啊这声音 刚刚才在月姐和布丽里受了欺的大狗 听到米丽姐甜蜜的声音瞬间心都融化了 而米丽姐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大狗找回场子的 大狗和米丽姐即使只是简单的双排 米丽姐都不会亏待大狗的 我跟你也一样算吧 就是你打一个头一摆嘛 对吧 你不要你说委屈 和他们打干嘛呀 现在我不干他们打 没有我不干他们打 现在一个人头多少钱 对于大狗和米丽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米丽姐这么做的原因 相信大家都应该清楚 同样是一个人头一摆块 和她打是双人四排 但和月姐他们打却有受不完的气 米丽姐也绝对不会在眼睁睁地看着大狗 对他们欺负而自己什么都不做了 甜蜜双排正式开始 米丽姐也是上来就直接喊大狗宝宝 没事 宝宝宝宝 好没开心啊 好啊 可以可以 好 我看你一摸好走的 兄弟们舒服了 没有一样的 我没有一摸 怎么会一摸呢 我只是有点生气 知道吧 但是我不跟他打了之后 我来跟你打 我就感觉到心情非常的愉快 跟你打非常的开心 知道吧 米丽姐的一身宝宝宝直接让大狗之前的坏心情瞬间烟消云散了 即使之前青木川带过那么多妹妹 喊过那么多人宝宝 即使她之前和月姐那么暧昧 米丽姐都一如既往地陪伴在她的身边 不得不说 米丽姐才是真的宠大狗吧 当大狗提出要米丽姐的照片时 米丽姐虽说没有最近拍的 但是为了满足大狗的需求 她提出可以用之前的库存让大家看看 而他们的配合自然也不会比大狗和月姐曾经配合的差 此时的大狗嘴巴又开始填了起来 上了 牛逼 哇 你的技术 哇这么帅啊 女战神啊 哇全望无敌的女战神 哇兄弟们 声音好听 长得漂亮 技术又好 还会叫宝宝 哇 又年轻 学历又好 又有名 又大方 哇 而青木川刚刚夸米丽姐的这番言辞 好巧不巧的就被正在直播间看大狗的月姐看到了 据说她直接刷了两个滑子罢瓶青木川的绑衣 这个操作我们确实有点没看懂 明明刚刚大狗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和他们玩了 而她现在又来直播间刷礼物是什么意思呢 青木川此时正忙着打架 她也无暇顾及月姐给她发的消息 不仅如此 青木川也没有了之前担耐心 你要刷礼物就刷礼物 你一直给我发消息干什么 我还打架没看到吗 如果是其他人给大狗刷礼物 大狗肯定是立马开心的表示感谢 而她对于月姐刷的礼物却无动于衷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一直毫无底线地帮着Bug耍赖 刚刚大狗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她现在又来骚扰大狗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而大家也应该发现了吧 青木川现在对待米丽姐的态度和对待月姐的态度完全就是两副面孔 不信你们看看 也许大多数女生都喜欢这种被保护着的感觉吧 安全感满满 曾经的大狗也给足了月姐安全感 但她却不知道珍惜 现在看到米丽姐和大狗甜蜜双排 她心里自然有点不平衡了 而这也就是月姐刷礼物 以及疯狂给青木川打电话发语音的原因吧 当青木川清完附近的敌人后 她才有空听一下月姐的语音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什么意思 说话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回消息 能不能给个回应 你搞这些真没意思 我跟谁打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回应你什么 不是你说那些话还不够 你要怎么样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现在米丽姐才是大狗最大的底气 之前青木川受气了 月姐帮她找回场子 但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现在给她气瘦的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独宠她一人的月姐 而月姐发过来的这一段语音 究竟是想证明什么 她既然已经抛弃了大狗 有了新的陪玩 那大狗现在和谁玩 叫谁宝宝又与她有什么关系呢 而米丽姐也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她知道月姐在直播间 所以便立马帮大狗当场对了回去 也不知道是谁 明明不打了还来刷绑 也不知道干嘛的 别人上房顶都要盘盘 你上房顶 我背你上 大狗只有和米丽姐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那么的肆无忌惮的 他们之间关系 也许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更好 就拿线下见面来说 大狗和月姐见面要盛装打扮一下 而她和米丽姐见面 却能够只穿睡衣 就这一举动已经证明了一切 看着青木川和米丽姐两个人玩得那么开心 月姐自然心理又不平衡了 而青木川现在对她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了 以前她还会喊月姐小小月 现在直接把称呼改成了这女的 曾经的月姐还公开说她和米丽姐的关系非常好 但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她无情地抛弃了大狗 那么米丽姐又和大狗是同一阵营的 有一句话叫做得不到就要毁掉 月姐现在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 她不和大狗玩了 有了属于自己的心配玩 现在又舔着脸来阻止大狗和别人玩 而且还对米丽姐恶语相向 大狗的直播内容就是待妹 只要是大狗粉丝的都知道 她也不是这样的人 她这只是故意在七月姐 米丽姐还在心疼大狗为了堵住十几个小时充战神的事情 而月姐却用一句玩笑话直接打翻了青木川 这给谁谁不生气啊 现在又是来爸爸 又是发语音嘲讽他们的 难道她是后悔了吗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 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月姐暴露了真实嘴脸 她怎么可能又拉下脸来求复合呢 大狗安慰米丽姐不要生气 为了她这种人根本不值得 而米丽姐自然比月姐大气了 她只是单纯的心疼大狗罢了 当青木川和米丽姐结束第一把游戏后 月姐的语音又来了 这次她直接就是破防大骂 你玩不够是不是大狗 你是不是真玩不够 你没有觉得自己很渣吗 米丽你也要 什么样的女人你都要是不是 什么样的女人你都喜欢 什么样的人都能把你勾引走 不是你是个什么东西还在那叫 我给你脸了真的 看着大狗迟迟不理她 而且还和米丽姐玩得那么开心 女人的嫉妒心就开始作祟了 她不仅骂大狗渣男 而且还顺带把米丽姐一起骂了 这让大狗有点忍不了 骂她也就算了 关米丽姐什么事 青木川现在也是不惯着她了 直接当场对回去 她表示不得惩罚她爱做不做 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和他们这种小人一起玩了 但月姐却一直在发语音骚扰她 言辞也是越来越偏激 这让米丽姐也忍无可忍了 他们不和她玩并不代表他们害怕 对啊 说我就算了 你说米丽 真的不配知道吗 你叫她来打人虎猫娟 怕什么呀 不是你怎么比八个差了 你打十九个小时 她就说一句 哦算了吧算了吧 口头说一下 那她不做惩罚怎么办啊 你怎么样你要让她做了呀 是不是你 你像个爷们爷一样啊 这看她很气啊你知道吗 这是被她们欺负一顿 我们走了干嘛呀 米丽姐现在也憋不住心里的火了 大狗不和她们玩 只是觉得她们很无赖 但这就并不代表她们能够一直这么得寸进尺 本来两个人好好地甜蜜双排 却硬生生地被月姐给搅和了 米丽姐鼓励大狗和她们打 她们必须要兑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开局大狗一打二十单力薄 现在有了米丽姐撑腰 大狗也是直接应战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有了米丽姐的加入 她们的比赛好像更有看点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爱会快买加便的为大家更新后事的 请大家耐心等待